花蓮的剥皮辣椒非常有名 但是你有没有吃过剥皮辣椒当作内馅的包子呢 在花蓮就有这么一家包子店 把剥皮辣椒或者猪肉然后做成包子 微辣的口味非常受到欢迎 也成了店内的招牌商品 而另外一款叫做黑糖包 这内馅则是绣棍棍的黑糖浆 一口咬下去像这样子可是会爆浆的 包子店原本专门做早餐批发市场 那么全花蓮早餐店卖的包子 也几乎都是跟他们家批发的 不过因为这个西式早餐店的兴起 让传统早餐店没落 年代生意也备受影响 老板思考了老半天 决定要转做网络宅配 用在地口味创造独特性 现在光是一年 竟然能够卖出400万颗以上的包子 黄昏市场旁无家的包子店 每天蒸汽缭绕时 总是挤满了仕途老马 来这里打包解馋 101分 多1分 对啊 因为觉得很特别 客人连连按赞 因为这里卖的包子 各种馅料五花八门 种类花莲第一 各种滋味紧紧吸住老套味蕾 好几十年了 花莲卖包子就整他们了 他们是大批花的 很多人吃他们吃就习惯了 住家楼下的工厂里 老板娘 第二代吴妈妈 楼玉莲 每天一早就忙碌着 空气中充满了诱人香气 哇 这纸米好香哦 对啊 加了盐奶下去更香 这个花青素很多 对女孩子真的非常好 花青素 对 纸米的花青素非常高 所以我们才会想来 把它拿来做包子啊 要不然一般人很少会去吃纸米 刚刚煮好的紫米加上 椰奶和白糖一起搅和 深邃的紫和单纯的白 融合成绚丽色泽 光是用看的口水快流下来 紫米它有粘性啊 所以要拌一段时间 然后也要让那个糖跟紫米 全部那个椰奶啊 全部吸收到紫米的里面 对 紫米才会香 紫米搅拌好还得放凉冷却 才能包成瑰丽的紫米包 另一锅花莲在地内馅也准备登场 这不是青椒啊 不是 这是剥皮辣椒 剥皮辣椒 对 花莲的特产啊 我吃吃看好不好 可以 可以 够辣吗 这就是剥皮辣椒 真的 你没听错 剥皮辣椒变成了包子内馅 而且还是当红的新鲜货 有嚼劲的猪后腿绞肉 肥瘦3比7 不肥不柴 和剥皮辣椒搭档演出 口感的新鲜和惊艳的新奇 而玉莲刚开始研发的时候 怕太辣 客人无法接受 特地降低了辣度 结果辣味被猪肉吸收之后 变成四不像 前后调整了好几个月 才有最后的版本 这个辣度好像比较辣 对 因为你一般的剥皮辣椒的话 你辣度不够 就像你讲的 吃起来像吃青椒 所以一定要有它的辣度 你才比较像 对 这个辣度很过瘾 就是靠着别家少见的口味 柔玉莲和先生包子一天 至少包一万颗 一年四百万颗 年营业额两千万起跳 成了花莲包子王 如果都跟人家一样 就像有些客人会讲说 那我就在隔壁早餐店买就好了 将近三十年前 第一代吴妈妈就在家里 雇佣邻居婆婆妈妈 制作包子批发给附近的早餐店 因为品质好 价钱便宜 没几年就吃下了花莲的早餐市场 从小吃自家包子 长得头好壮壮的儿子吴正哲 排穿到巴顿高手 原本担任国安局特勤人员 在台湾驻巴拉圭大使馆服役 那时发现母亲体力不太吃得消 于是申请退役回家接棒帮忙 还扎大钱投资做自动化 品质稳定 再来就是卫生 这样越精致的食物 其实越大肠感净的几率是越高的 因为接触手的几率越多 不过好景不长 十几年前 西市连锁早餐店洗犬台湾 传统早餐店剩下不到几家 无家的包子跟着大萎缩 差一半以上 很可怕 当然会心慌 当然会说我们未来的路在哪里 看不到 乌漏偏逢连夜雨 后来接连发生921大地震 SARS 华联观光人潮完全消失 更让吴家的包子雪上加霜 背负12名员工家庭生计 老板夫妻俩压力大到无法附和 早上8点上班 大概10点大家就休息 那时候真的很惨 吴正泽和太太左思右想 决定从网路另辟蹊径 用批发价吸引大量团购订单 支持好的品质 批发市值越来越小 那要找出入的时候 才会有一个想法说 那我为什么要提倡在花莲 来做批发 那我怎么不把外面的 就是花莲以外的地方 也当作我的批发市场 要速度 要勇 要快 要很 要很准 你现在是乱说台拳要做包子 都一样 都一样 批发比较快 抢在第一时间 得分点就是在那里 跟打台拳一样的应变速度 吴家的包子终于起死回生 吴正泽夫妇两次到除了拼价格 还要有独特性 生意才能够长久 于是想东想西 变出了有花莲农产特色的 紫米和剥皮辣椒包 变成了招牌口味 客人一吃到 跟一般的不一样 所以才会 那个回购率才会比较多 人赚到的钱也非常不一样 不一样的还有会爆浆的 三角黑糖包 面粉先加入黑糖打成面皮 再包进香气十足的二砂 这是山东老爹阿美族妈妈 混血的楼玉莲的儿时记忆 这种东西一失败 四五百克的东西 整个都爆销了 就不行了 整个就是打掉 哪去为出 猪养了好几匹之后 楼玉莲终于抓到诀窍 在砂糖里加入少许面粉 预热融化的二砂糖 才不会完全变成糖浆 提前在蒸笼里爆浆 就这样摸索实验出三十多种口味 来配商机跟着网路线 跨出花莲绕遍全台湾 不过楼玉莲和吴正哲并不以此次满 又陆续研发了更多包进在地特色的口味 像是柴鱼包还有欧瓦罕鸡包 都是客人抢着尝鲜的独家产品 就算是最基本款的肉包 都要与众不同 放进口感和鼻奇一样的豆鼠 清脆的口感 稀有解腻也是一款人气大烧包 一定要有创新 你没有创新的话 你没办法走出这个圈圈里面 用心替平凡的包子加分 创造自己的独特性 在挫折阻碍中 发现另一条更长远的路 柔玉莲和吴正哲 靠努力战胜不景气 没有不景气只有不景气 所以随时随地都要努力 你才会有奇迹出现 有想法有实践 花莲包子大王的包子超级有料 混合外省跟本省口味的手工咸烧饼 Q中带有嚼劲 一出炉就抢光光 凯富客连跑七趟才买到 另外台北一家牛肉面 汤头坚持熬煮72小时 为了品质老板累到晕倒 小店因此被选为 亚洲最好吃的百大餐厅之一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